日前捷安国小举办了岁末连欢才艺表演活动 同时表扬捷安国小射箭队廖力悬 参加了2023年世界室内射箭系列赛U12男子组的比赛 一路是过关斩将 以满把的成绩夺下了国际金牌奖 而捷安乡长游书贞是特别颁发了奖励金 感谢教练市长们的用心 也期许廖力悬同学能够持续的发挥运动专场 来争取更高荣誉 捷安国小日前举办一二学年度岁末连欢才艺表演 即表扬礼貌小天使 全校师生同乐带来各自精心准备的精彩表演 而捷安乡长游书贞也在活动当天 公开表扬日前参加2023世界室内射箭系列赛U12男子组比赛 开举和中战皆以极致30分满把写下亮眼成绩的料理选同学 便办发6000元奖励金 今天特别来到捷安国小 为我们全国的射箭小选手 金牌的料理选 致上了满满的祝福 也来鼓励所有的孩子们 在吉安健康乐活成长 才艺的展现 展现自我的自信心 跟所有在艺能和学习中的精彩 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拥有着重 健康平安适性安全的环境 看到家长跟师长以及我们公务部门来共构育成的一个重要的成长环境 这也是吉安相公所责武旁贷必须要来协力一起共进的这样的一个志向跟我们未来的推展 希望吉安的孩子永远最棒也能够尽情的展现他们的艺能跟学习的快乐 吉安国小射箭队成军11年培育不少华联射箭人才 料理选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 面对好手紧要比分 依然能战胜心理素质夺得好成绩 吉安国小感谢县佛商公所和TTCC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的支持 学校将不断持续发掘射箭人才 为华联争光 商公所也表示 致力发掘与培育学子多元艺能长才 记者长帮演 吉安相报导 吉安国小射箭人才